女子好心帮同事做媒 不料却上了骗婚人的当 你为什么给我介绍一个已婚女人 现在人还跑了 同事追讨她的责任 四处张贴虚假的寻人启示 自己的照片怎么上了寻人启示呢 杨小慧是如何被卷入这场荒唐的骗婚案 她的同事又为何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被骗婚的男人缠上我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17年3月的一天 在家午睡的杨小慧 突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 她打开门一看 原来是位邻居 邻居进门就将一张纸递给了杨小慧 焦急地说 你快看看 上面写的是不是你 杨小慧一看就愣住了 自己的照片怎么上了寻人启示呢 杨小慧很吃惊 可更让她震惊的是 寻人启示最下面还有一条特别声明 说杨小慧悦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 请路人及时与家人打电话联系 后面是一个手机号码 杨小慧顿时头痛起来 这个号码她太熟悉了 几个月前 就是这个号码的不断骚扰 她才奋而离了职 后来还搬了家 新家的具体地址也一直不敢跟外人说 没想到刚过了几个月清静的日子 如今又被骚扰了 而这次太离谱了 竟是用寻人启示的方式宣传杨小慧有精神病 究竟是谁跟杨小慧有如此深仇大恨 她为何会对杨小慧使用如此恶劣的手段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 这个人居然是杨小慧曾经的同事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此人名叫王彪 是杨小慧之前的同事 人比较憨厚老实 但三十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 王彪很着急 没少拜托同事帮忙说美 杨小慧向来热心肠 可是虽有心帮忙 却没有适合的对象介绍 不想半年前 这个合适的人竟突然出现了 杨小慧经常到小区附近的一家餐馆吃早餐 一来二去 便跟餐馆的一位新员工混熟了 此人名叫郭大芬 是外省人 刚到本地打工 郭大芬非常健谈 一不忙就坐下来跟杨小慧闲谈 问东问西 还主动要求添加杨小慧为微信好友 杨小慧不好意思拒绝便同意了 而没有过多久 郭大芬竟提出要到杨小慧家里去拜访 说自己的侄女来了 还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要送给杨小慧 杨小慧性格爽快 没多想就答应了 据郭大芬介绍 郭红红25岁 父母早年出车祸双亡了 后来由他一手拉扯大的 郭大芬说 他视侄女如亲生 一直想给侄女找个好女婿 最好是城里的 可他身在外省的农村 不认识当地城里人 所以想拜托杨小慧 给介绍一个城里的对象 杨小慧当时顺口就将王彪说了出来 因为那几日 他恰巧跟王彪接触比较多 杨小慧一想王彪的条件 个头不高 其貌不扬 家庭条件也不太好 虽然是城里人 可能配不上郭红红 杨小慧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郭大芬爽朗地一笑 说这没什么 只要是个踏实过日子的人就行 一再拜托杨小慧 一定要给职能做这个美 杨小慧不好拒绝 心想若是能促成这件好事 也算又给自己积累了件功德 很快杨小慧安排王彪和郭红红见了面 见面后两人彼此感觉都不错 之后王彪更是多次催促杨小慧 尽快帮他提亲 期待能够早日迎娶家人 而杨小慧也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好事 自己的求子愿望应该很快就能实现 杨小慧高兴地向郭大芬说了此事 郭大芬说他对两人的婚事没意见 不过他养育郭红红多年花费不少 希望王彪能给他十万元彩礼钱 给了钱立马就可以结婚 再不多要任何的钱 王彪得知后 二话没说 第二天就将钱转给了郭大芬 两人还商定了结婚的日期 半个月后 王彪跟郭红红举办了婚礼 因为郭大芬说 郭红红早年父母双亡 其他亲帮好友又都在外省来往不便 所以婚礼上只能他一人做代表了 王彪家人见郭大芬说的有道理 也均未在意 婚礼热热闹闹地举办了 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 让杨晓慧从没人变成了罪人 你为什么给我介绍一个已婚女人 现在人还跑了 新娘神秘失踪 新郎却把矛头指向了没人杨晓慧 没是你跟我说的 你要么给我找回媳妇 要么赔我十万元财礼钱 新娘郭红红究竟去了哪里 新郎王彪是否遭遇了骗婚 面对王彪的指责 没人杨晓慧又该如何证明自己 没有骗婚的嫌疑呢 被骗婚的男人缠上我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参加完婚礼没几天 杨晓慧便开始常常头昏呕吐 到医院一查 竟然怀孕了 杨晓慧甭提多高兴了 心想啊 这一定是刚做了件大好事的结果 可很快他就意识到 这两者根本没关系 一天晚上王彪突然打电话 给杨晓慧 上来就大声质问他 你为什么给我介绍一个已婚女人 现在人还跑了 杨晓慧顿时愣住了 赶忙询问 这才得知 当天上午 王彪跟郭红红去办理婚姻登记 查询到郭红红 已经跟外省的另一名男子 登记结婚了 婚龄还不足一年 王彪很气愤 大骂其骗子后 气呼呼地找地方喝酒去了 可等他回到家后才发现 郭红红当天也一直没有回家 电话还关了机 始终无法接通 这下王彪气坏了 心想 没事杨晓慧说的 就让杨晓慧帮自己找媳妇 便气急败坏地 给杨晓慧打去了电话 杨晓慧惊讶地 半天没缓过神来 一再跟王彪解释说 自己先前也不知道 郭红红已经结婚 其实自己跟郭红红 和他的姑妈郭大芬 也不太熟悉 一听这话 王彪气地说 不熟你给我介绍 你怎么知道对方不是骗婚的 杨晓慧听后几倍发凉 瘫坐在沙发上 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 最后王彪放话说 没是你给我说的 你要么给我找回媳妇 要么赔我十万元财礼钱 接着挂断电话 杨晓慧赶紧拨打了 郭红红和郭大芬的电话 但都显示关机 这下他彻底慌了神 不知应该如何应对 那么郭红红和郭大芬 到底是不是骗婚的 作为媒人 杨晓慧该怎么向同事王彪交代呢 就在杨晓慧不知所措的时候 民警找上门来 原来王彪报了警 说自己遭遇了骗婚 后来经过民警网络查询发现 郭红红和郭大芬 竟是职业骗婚者 已经分别在不同省份 成功骗婚了多次 而据王彪说 他遭遇骗婚 是杨晓慧牵的线搭的桥 因此杨晓慧也有骗婚嫌疑 见到民警 杨晓慧后悔得连死心都有了 本是好心帮忙 没想到竟成了嫌疑犯 他当着民警的面大哭起来 边哭边向民警 讲述了他跟郭红红和郭大芬的 认识经过 根据杨晓慧提供的信息 民警到郭大芬打工的餐馆调查 可并未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民警通过分析 杨晓慧近期的通话记录和聊天记录 以及对杨晓慧身边亲朋好友的走访调查 得出结论 证实杨晓慧跟两人确实不熟 交往时间不过两个月 还大多是通过电话和微信 因为戒备心不强 才被两人哄骗得手 而为郭红红和王彪说明 纯粹是想做些好事 之间没有资金的来往 并没有从中获得利益 不具备骗婚嫌疑 民警开始查找郭大芬和郭红红 对两人展开了调查 民警不追究杨晓慧责任 这让王彪很不满 他认为杨晓慧在整件事上 不只是媒人 也是保人 当初自己可是冲着杨晓慧 是自己的同事 自己非常信任他 才草率地给了十万元的彩礼钱 要是换作一个陌生人 平白无故地给自己说媒 还是外省的人 自己一定会先将对方调查清楚的 因此杨晓慧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必须代为偿还自己被骗走的钱 杨晓慧心里虽然对王彪很愧疚 可毕竟十万元彩礼钱 自己一分没拿到 凭什么要自己归还呢 再说了 当初自己也是好意给王彪说媒 是王彪看上了郭红红 才爽快地给了彩礼钱 自己又没有逼他 杨晓慧拒绝代为赔付十万元彩礼钱 而郭红红和郭大芬两人 一直没能找到 绝望的王彪只能每天 向媒人杨晓慧讨要 弄得杨晓慧不得安宁 怀孕的身子也受到影响 杨晓慧为此 患上了认辰期抑郁症 家人看不过去了 劝他离职在家 好好地休养 杨晓慧想 自己好不容易才怀上的孩子 要是因为这件糟心事 有了什么闪失 岂不更糟便听从家人的建议 杨晓慧离职后便换了新手机号 微信也将王彪拉黑了 可这些都没用 王彪知道他家 又直接跑去他家要钱 杨晓慧和丈夫 不得已又搬了新家 作为临时住处 想着等过段时间 风平浪静了再回去 就这样 杨晓慧过了几个月的 书信日子 却不曾想 王彪竟想出了新招 张贴寻人启事来找他 杨晓慧气得 将寻人启事撕得粉碎 邻居看到后 劝他说 你这样是没用的 附近几个小区 还有公园都贴满了 大家呀 都在议论纷纷 杨晓慧一听 顿时六神无主 要真是这样 大家以讹传讹当了真 以后他可怎么出门见人呢 想到这儿 杨晓慧气得动了胎气 一阵肚子痛 邻居见证 赶忙拨打了急救电话 将杨晓慧送去了医院 不幸的是 杨晓慧流产了 他的情绪急进崩溃 咬牙切齿地说 我要报警 让警察还我清白 还我孩子公道 民警经过调查 证实杨晓慧没有精神病史 多方证明杨晓慧 并无间接性精神病 寻人启事上的内容是造谣的 张贴寻人启事的王彪 拒绝道歉 还指责杨晓慧有错在先 作为骗婚者的媒人 杨晓慧本身就有错 王彪的行为是否违法 杨晓慧是否参与骗婚 而骗婚的郭红红和郭大芬 最终能否被绳之以法 被骗婚的男人缠上我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警察接到报警后 经杨晓慧的家人和亲朋好友 以及医院提供的过往病史 多方证明杨晓慧 并无间接性精神病 寻人启事上的内容是造谣的 民警随即找到王彪询问 还在其住处 缴获了寻人启事200多张 王彪对张贴寻人启事 供认不讳 也坦诚 说杨晓慧有间歇性精神病 是造谣的 但却拒绝向杨晓慧道歉 并说 假如他不这么做 杨晓慧就不会现身 他也就不能找杨晓慧 讨要十万元财礼钱 可问题是 当时他给郭红红财礼钱时 杨晓慧在中间 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呢 王彪说 他见到郭红红的第一眼 就喜欢上了他 温柔漂亮 能说会道 是他理想的妻子类型 他这才着急将郭红红取回家 给十万元财礼钱时 王彪也犹豫过 毕竟郭红红是外省人 本地也没什么亲人 没人对他知根知底 他本想先多了解一下 对方情况 再给踩了钱 可郭红红的姑妈 郭大芬 却一再地催促他说 他还着急回老家呢 要是王彪不抓紧 把婚事定下来 他就带着侄女 回老家嫁人了 王彪生怕夜长梦多 错过好姻缘 又想到 杨晓慧是自己的同事 平日为人不错 有他做宝应该没问题 就这样啊 王彪第二天就给了财力钱 还很快跟郭红红办了婚礼 不曾想最终没领到结婚证 还撞破了郭红红已婚的事实 随后 郭红红失联了 王彪逐渐意识到 自己可能遭遇了骗婚 便向派出所报了案 他想着 如果真是骗婚 民警可以帮他讨回十万元彩礼钱 如果不是 民警也可以帮他找回妻子 民警的查询结果 让王彪彻底死了心 他的确遭遇了骗婚 还是惯犯 据民警介绍 因为骗婚者行踪不定 又是跨省作爱 很难抓捕 想讨回彩礼钱 有难度 王彪一听急了 这时他便想到了杨晓慧 便向民警说 杨晓慧也有骗婚嫌疑 让王彪失望的是 很快杨晓慧的嫌疑就被排除了 王彪不服 便想通过不断骚扰的方式 迫使杨晓慧 代为赔付自己的彩礼钱 可不想 杨晓慧突然离职了 换了手机号 还搬了家 几番打听过后 王彪找到了杨晓慧新住址的大概区 但却不知道具体住在哪个小区 哪栋楼 失望的王彪只好暂时放弃骚扰杨晓慧 可没过多久 王彪竟用寻人启示的方式 再次找上了杨晓慧 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原来呀 几天前 听同事说 杨晓慧在朋友圈 晒出了一辆豪彻的照片 说是自己家新买的 花了好几十万 王彪一听就上火了 心想自己因为杨晓慧说的没 把积蓄全花光了 现在再想娶媳妇都拿不出财力钱了 可杨晓慧家竟然开上了豪车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必须再找杨晓慧要这补偿去 而恰在这时 王彪看到了一张寻人启示 顿时来了灵感 既然不知道杨晓慧家的具体住址 索性啊 用这个法子逼杨晓慧主动先审好了 为确保杨晓慧看到寻人启示后 一定会来找自己 王彪特意添加了特别说明 说杨晓慧有间歇性精神病 并在杨晓慧所居住大概位置附近的 小区和公园大肆粘贴 紧接着便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 杨晓慧看到寻人启示后 很是生气 后来还流了产 悲愤交加的他随即报了警 王彪随之被抓 考虑到本案的关键是骗婚 民警随即在全国对郭红红和郭大芬 进行了搜捕 很快在外省将两人抓获 那么他们为何会找到杨晓慧作为突破口 从而帮他们进行骗婚的呢 到案后 在民警的审讯下 两人承认了多起骗婚的事实 因为知道婚姻登记在全国尚未联网 所以通常是跨省作案 但到了外省 人生地不熟 又不容易行骗 于是两人便想出了 找个可靠又热心的当地人 作为牵线人的主意 杨晓慧就是这样被算计的 郭大芬先试探性地问周围 有没有大龄未婚男青年 有的话就索要微信 熟悉后 就拜托给侄女说梅 为了防算盘落空 两人在一个地方 都会找好几个牵线人 而杨晓慧就是恰好中招的那一位 对两人的套近乎 没有任何的防备心 问什么 说什么 拜托她说梅 她也没有起疑心 还表现得很热心 很快就促成了婚事 但拿到彩礼前后 两个人并没有接着溜着大旗 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被人识破是骗婚 而是要跟对方领结婚证 然后司机再吵一架 做成父亲离家出走的样子 这样做骗婚 就一时很难被识破 可让两人没有想到的是 郭红红最终没能跟王彪 顺利领到结婚证 因为王彪所在的省份的婚姻登记系统 跟另外一个被骗者所在的省份 联网了 郭红红和郭大芬落网后 两人因为骗婚被依法处理 事情明了后 杨小慧便让王彪对侮辱自己精神病的行为 公开道歉 可王彪却拒绝了 还说作为骗婚者的媒人 杨小慧本身就有错 他张贴寻人启示是合法的维权手段 至于说杨小慧有间歇性精神病 只是权益之计谈不上侮辱 那么王彪的行为 到底是合法行为 还是侮辱行为呢 这就是在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合法行为与侮辱行为的界限 合法行为是指从内容到形式 都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 所有按照法律规定实施的法律行为 侮辱行为是指使用暴力 或者以其他方法公然贬损他人人格 破坏他人名誉 情结严重的行为 就本案来说 王彪如果认为他之所以被骗婚 是因为杨小慧的责任 那么王彪完全可以通过亲朋好友 来寻找杨小慧 与其协商或向法院起诉 这些都是合法行为 而王彪并没有采取这些方法 而是以张贴寻人启示 谎称杨小慧为精神病人 来寻找杨小慧 杨小慧不是精神病 这一点王彪是明知的 他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 这一行为贬损了杨小慧的名誉 因此王彪的行为属于侮辱行为 还好王彪的行为没有达到情结严重 否则会构成侮辱罪 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案件处理过程中 民警组织对双方进行调解 杨小慧因为孩子流产 要求王彪赔偿医疗费 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五万元 王彪也承认自己有责任 可他确实拿不出那么多钱 经过多次协商 王彪同意赔偿两万元 杨小慧考虑王彪的现状 也就同意了 民事问题解决了 可王彪行政处罚不能免除 最终公安局依法对王彪 处于时日拘留五百元罚款 并责令其将以张贴的 寻人启事撤回后 交到民警手中销毁 王彪向杨小慧诚恳道了歉 并在杨小慧家附近 张贴了道歉声明 帮杨小慧及时挽回了声誉 杨小慧因王彪张贴寻人启事一事 郁闷了好一段时间 本是好心帮着牵线搭桥 不想却让同事被骗婚 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 还因此留掉了 他既觉得无辜 又满心后悔 杨小慧想这都是自己 轻信陌生人惹的祸 将来一定对不熟悉的人 多加戒备 王彪也为自己一时贪念美色 疏于弄清结婚对象底细 而付出了代价 后悔不该因为急于结婚 就急不择时 疏忽大意 因为郭红红和郭大芬两人 将骗的钱都挥霍了 他最终也没能讨回自己的钱 郭大芬和郭红红 两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他人财物 输入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了诈骗罪 最终被法院分别判处 五年和四年有基督刑 并处罚金两万元 观众朋友 婚姻是夫妻双方感情 升华到一定程度而缔结的契约 将婚姻作为工具 骗取他人钱财 是对神圣婚姻的亵渎 最终会害人害己 不但很难获得美满幸福的婚姻 还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办案中的郭红红和其姑妈郭大芬 就是一例 而杨小慧因为轻信他人 对陌生人套近乎没有防备心 还过分热心 成了行骗者的目标 非但导致了同事的巨额财产损失 还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困扰 实在是好心败坏时处事不当 同时利用张贴侮辱他人的小广告 解决纠纷不可取 不但会伤害到当事人 还有可能面临被起诉 因此应依法理智处理问题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律资讯 欢迎观众栏目微信公众号 再见 为躲避债务夫妻共同上演假死骗局 以死抵债 遗了百了 骗局之中竟还有骗局 丈夫借此机会带情人私奔 却遭背叛 趁张鹏不注意的时候 把钱悄悄拿走 他们共同编造的假死骗局 是否触犯法律 携款潜逃的情人 又将面临怎样的结局 丈夫涉局反遭骗 法律讲堂下期